帕金森病的镇颤它是静止性的 也就是说它在肢体不活动的时候 安静的情况下手是颤的 炸虫剂啊 一些重金属啊 一些有机溶剂啊 等等的这些暴露 可能会增加一个帕金森病的一个患病风险 帕金森病吧 它是神经科的 第二大常见的神经系统的一个变性病 那么第一大的话 大家都比较熟悉是阿尔采摩病 那么与阿尔采摩病相不同的是 阿尔采摩病它主要是认知所害为主的 那么帕金森病呢 运动损害就更突出一些 那么它的运动损害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主要是运动的迟缓 静止性的振颤 肌肉的强质 还有姿势不太的异常 那么我们这个帕金森病 在1817年的时候 是一个英国的帕金森医生 描述这一组症状 所以为了纪念它 我们把这个病称为帕金森病 其实手抖在我们神经科 我们科学地把它称为振颤 而振颤的话 我们看这个振颤是 它要有一个节律的规则的一种 不自主的一种运动 那么振颤来讲 是神经科门诊常见的一个表现 并不是说振颤了 就一定是帕金森病了 帕金森病的振颤 它是静止性的 也就是说它在肢体不活动的时候 安静的情况下 手是颤的 相反它在活动的时候 反而这种振颤减轻 睡眠的时候也消失 帕金森病遗憾的是 目前没有一个 有效的一个根治的手段 我们也没有做到 如果我们做好了 这种多学科多团队的 一个长城的一个管理 其实病人还可以有一个 比较满意的一个生活治疗 从寿命来讲 我们想跟大家强调的 就是帕金森病 本身不是一个致死性的 一个疾病 我们强调要早发现 早治疗 要长城的 科学的 规范的去治疗 那么如果在长城 规范的治疗的话 它是不减少你的寿命的 我们的治疗也是 改善你的运动功能 改善你的非运动症状 那么减少后期的一些 晚期的一些病发症 比如你的 吞咽的雾息的问题 比如你反复跌倒的 一些骨折的问题 这些反而是影响 患者受命的一些 更重要的一些原因 帕金森病是一个 非常年龄 有年龄意外性的 这种一个病 一般来讲 还是50岁以上的人群 是好发的 55岁以上人群吧 大概有1%的患病率 那么如果到65岁以上 这个比例到1.7% 70岁以上 大概有3%以上的 这种发病率 所以说它是一个 随着年龄增长 发病率逐渐增高的 这么一个病 那么年轻人 真的就不得了 也不是这样的 就50岁以下的起病人 甚至40以下起病人 我们就叫早发型 帕金森 这一部分病人里边 也占帕金森病人的 5%到10%左右 帕金森病的年轻化 不是很明显的 就是我们在 年轻的病人里边 我们可能更强调 他有可能有一些家族史 可能有一些基因的异常 尤其是20岁之前的 一个帕金森病的话 可能遗传的背景 会更重一些 那么我们看看 你的遗传因素 我们也不可控 是吧 你的年龄因素 我们也不可控 那么我们要抓住 这个环境因素 对我们人的这个影响 杀虫剂啊 一些重金属啊 一些有机溶剂啊 等等的 这些暴露 可能会增加一个 帕金森病 哪个患病风险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就是如果你是 从事一些农业劳动 一些接触化学品的 一些化学工作 我们要做好防护 减少这种职业性的暴露 优优独播剂